豪赌镇长 江苏省海门市德胜镇原镇长 今年41岁的张健利用职务之便 以挪用公款、贪污、诈骗等手段 谋取巨额赌资 先后40多次悄然非赴澳门豪赌 共输掉1700多万元人民币 南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已开庭审理此案 法院将在进一步查明事实后 对张健做出一审判决 2005年9月28号 海门市检察院反贪部门接到一个举报 德胜镇800多万元的外地客商投资款不知去向 刚刚离职的德胜镇原党委副书记 镇长张健 在调到天埔镇担任党委副书记后不久 也沉迷失踪 张健有重大嫌疑 非法侵占了这笔巨额投资款 张健出身于海门一个教师家庭 1984年7月 从海门师范学校毕业 1990年9月至1992年6月 在江苏省青年干部管理学校 获得大专文凭 先后任海门师范附属小学教师 海门师政协办公室办事员秘书副主任 海门王浩江党委副书记 海门是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德胜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其妻子是一名银行职员 儿子正在读小学 海门检察机关通过明查案访 最终认定张健有重大作案嫌疑 当年10月4号 海门师公安局在山东烟台 抓获了再逃的张健 经过初步审讯 去向不明的巨额投资款 都被张健个人用掉了 而据张健交代 他共侵吞了1700余万元 一年多来 他共去澳门豪赌40多次 钱被全部输光 张健第一次到境外赌博 是在2002年7月 那时 他作为海门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随团前往韩国招商引资 休息的时候 他被带到汉城有名的赌场 华光山庄游玩 在这之前 张健只是从影视上 看过那些赌场赌博的场面 究竟怎么个赌法 他一窍不通 在一个外地人的指导下 张健很快掌握了赌博的方法 用出差补贴和自带的200美元零用钱 进行赌博 没想到 一下子就赢了5000多元人民币 颇有些得意的他 用这笔钱 在汉城购买了一台摄像机 带回了家 作为一名分管招商引资的干部 张健有很多出国的机会 2003年7月份 他又有了一次到澳门的机会 他按捺不住第一次赌博 带给他的成就感 带着几千块钱 又走进了赌场 这一次他又赢了 汉城和澳门的两次赢钱经历 让他异想天开地认为 赌博是一种创收捷径 甚至比其他途径来得更隐蔽 更安全 于是张健托朋友 办了张公派特殊港澳通行证 一次次地飞往澳门 刚开始的时候 他每次只带几千块钱 赌场上有一些已放高利贷为生的澳门人 了解到张健镇长的身份后 主动找他攀谈 借钱给他 他们比较大胆地借钱给我 借了很多次 累积起来数字就很大了 有好几百万 据了解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张健四十多次赴澳门赌博 每次赴澳门赌博 张健对往返时间都有精确的计算 坐车从海门到上海 再坐飞机从上海到澳门 一般要六七个小时 周五下午动身 当天晚上就能到澳门 接着就直奔赌场 连续作战 不分昼夜 吃饭 休息也顾不上 清晰天下午 张健会算准飞回上海的时间 准时赶回海门 每次在回海门的气度上 张健会把所有的票据撕碎 扔向长江 不留一点痕迹 周一八点半 他会准时出现在 德胜镇办公立会的会场上 一千七百多万元 张健仅是一阵支掌 又是怎么劝到这么多的钱呢 2005年2月26号 海门市部署 以农村集中居住区 为重点推进新农村建设后 张健自认为 这是工作 出成绩 又是个人创收的难得机会 当年3月至8月 他派出12名机关干部 负责征用土地 拆迁建房等 农民土地补偿金 以3万元每亩标准 有建设方先垫付 别墅建筑及基础设施配套 总成本控制在 每平方米1000元 实际成交价 超过每平方米 1200元以上的部分 扣除税费后 由建设方以现金形式 交给张健支配使用 张健代表镇政府 先后同上海 南京 浙江 嘉善等地 几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 张健利用客商对他的信任 项目谈妥后 让客商将钱打到 镇上的账户 张健要利用自己的权利 让财政所从账户中 将巨款提出来 有时 客商甚至将钱 直接打到他的个人账户 就这样 张健先后侵占 挪用开发商投资款 800多万元 用一副澳门豪赌 在同时眼中 从来不碰赌桌的张健 四十多次到澳门赌博 不仅瞒过了领导 瞒过了同事 甚至瞒过了妻子和孩子 我到澳门赌博这么多次 海门没有任何人知道 张健是这样说的 不过 那段时间 张健这个镇长给同事的印象 总是有点心不在焉 有位副镇长多次向他汇报 要加强水利建设的事情 可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下文 原海门是德胜镇党委书记高静 也察觉到了张健的异常 前三个月 张健说岳父身体不好 要他照顾 接下来三个月 他要说自己身体不好 要经常到上海看病 高静几次对他严肃地说 你那么年轻 怎么总生病 你到上海看病 去的是什么医院 你把病历给我看看 张健却笑笑说 女同志看男同志的病例不大好吧 当时张健还在上海 读一个研究生班 德胜镇的干部 都以为他去上海看病 读研了 而张健的家人 对他动不动就出差 招商引资 也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2005年8月20号 最后一次赌输后 自知走投无路的张健 开着车带着妻儿到上海 浙江等地游玩了一番 返回途中 经过长江渡口时 张健想举家投江自杀 自杀的机会很多 但是最终 我没有实施这个想法 我还是安全地 把他们送到家里 我也很庆幸 我没有这么做 毕竟是我的妻子和儿子 他们没有罪 应该让他们走自己的路 东西 我们现在带着 我们要发现